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王昭君初赛和亲 汉宫嘉丽入狐风 二司马迁史记传 千古史家首开宗 三孙中山革命成功 辛亥风暴换旧风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王昭君初赛和亲 汉宫嘉丽入狐风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这位古代的美女外交家 王昭君 王昭君明强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宫女 因其美貌而闻名于后世 她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传奇 话说汉原帝时期 为了巩固与北方匈牧的和平关系 决定采取和亲政策 也就是通过将宫中的女子 嫁给匈牧蝉鱼 也就是匈牧的首领 以此来维系边疆的安定 这时,王昭君的名字 被放进了候选名单中 但是,王昭君的故事 有一个有趣的转折 相传当时宫中有个画师 负责为这些候选的宫女画像 这位画师可能是当时的照片始祖 因为他在画王昭君的画像时 因为没有得到贿赂 就把他画得不够美丽 结果 原帝在挑选妃子时 就错过了这位真正的美女 不过 当王昭君真正出现在原帝面前时 原帝才惊觉自己错过了一位绝世佳人 但一切已经太迟 王昭君只得寒泪出赛 成为了匈奴的妃子 他的美貌和才华征服了匈奴人 甚至有诗句 赞美说汉宫嘉丽入湖峰 抑制他的风采 甚至影响了当地的风俗 王昭君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段爱情故事 更是一段外交史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 为汉朝赢得了长达数十年的边疆和平 这可是比当时的外交官还要有效率呢 当然 这些故事经过了千年的流传 难免有些夸张和美化 但不可否认的是 王昭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 他的故事 至今仍然被人们传送 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美女和亲的代名词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幅画像不够美 或者照片不够好看时 不妨想想王昭君 说不定 这只是你未来成为历史传奇的一个小小起点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司马迁史记传 千古史家首开宗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位古代的数据分析师 司马迁 他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 更是一位故事的艺术家 他的剧著 史记 可谓是古代的百科全书 里面包罗万象 从天文到地理 从帝王将相到草根百姓 无所不包 无其不有 司马迁史记传 千古史家首开宗 这句话的意思是 司马迁创作的 史记 是历史记载的开山之作 他是第一位系统性的 记录中国历史的史家 史记 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的地位 就像是古代的Netflix 及所有热门元素于一身 让后人一次又一次地追剧 司马迁的故事 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 他原本是汉武帝的太史令 负责记录和预测天象 可以说是皇帝的行作专家 但是 因为一次政治事件 他被卷入朝廷的争斗 结果遭受了攻刑 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 让他失去了作为男子的尊严 在那个时代 这几乎等同于社会死亡 然而 司马迁没有选择绝望 他转而将自己的痛苦和屈辱 转化为创作的动力 开始撰写 实际 他说 吴玉 以观古人之道 赵霖惊人之师 以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我想通过研究古人的道理 来反映现任的错误 贯通古今的变化 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学史明志吗 实际的结构也是非常有趣的 它分为本季 表 书 世家 和列传 五个部分 就像是一部大型电视剧的不同季节和系列 其中 本季是主线剧情 讲述的是各个朝代的帝王故事 表则像是俘虏 提供了年表和家谱 书 则是背景资料集 涉及各种法令 礼仪 音乐等 世家则是讲述贵族大家族的故事 而列传 则是最吸引人的番外片 里面有各种英雄豪杰 奸臣贤相 美女佳人的精彩故事 司马迁的《史记》 不仅仅是历史记录 它还是一部文学剧主 它的文字生动 形象 人物刻画入目三分 让读者仿佛亲力其境 它的《史记》 不仅为后世的史学家们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也为文学爱好者们 提供了无尽的阅读乐趣 总之 司马迁的《史记》 就像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剧作 它不仅记录了历史 更启发了无数后来者 司马迁用他的笔 为自己在历史上 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也为我们留下了一部 永恒的历史宝典 尽管他的人生充满了坎坷 但他的作品 却如同星辰 照亮了后人的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孙中山革命成功 险害风暴换就风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那位被誉为 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先生 以及他如何领导一场 风起云涌的革命 将中国从几千年的皇帝统治 带入了共和时代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想象一下 清朝 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 到了十九世纪末 已经是风筑残年 外强中干 内忧外患 西方列强的炮剑 开到了家门口 强迫开放贸易口案 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国内 人民生活困苦 官僚腐败 民怨沸腾 这时候 孙中山先生登场了 他的口号是 去除达鲁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孙中山是个有趣的人物 他不仅是个医生 还是个革命家 思想家 政治家 他的革命生涯 可以说是一部失败的艺术 在辛亥革命之前 他领导或参与了十余次起义 几乎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从不气馁 每次失败后 都能拍拍屁股站起来 继续他的革命事业 这种精神 让人不得不佩服 终于 在1911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孙中山的革命火种 在武昌爆发了 这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成功后 革命的烈火 迅速蔓延到全国 许多省份响应 纷纷宣布独立 清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最后在1912年 清帝宣布退位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孙中山被退举为 临时大总统 这时候的他 可以说是从革命常败将军 变成了共和元勋 但是 别忘了 历史往往喜欢开玩笑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职位 没做多久 就因为北洋军阀的实力 和政治博弈 被迫让位给袁世凯 这就像是 你辛辛苦苦烤了个蛋糕 还没来得及尝一口 就被别人端走了 辛亥革命 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结束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 但他并没有立刻带来一个 民主和谐的新时代 相反 中国进入了一个军阀歌剧 战乱频发的多时之秋 孙中山后来又发起了护法运动 试图统一中国 但直到他去世 这个梦想也没有完全实现 所以 我们可以说 辛亥革命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 它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 但并没有立刻改变中国的政治实质 不过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 奠定了基础 总结一下 孙中山和他的辛亥革命 就像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有激情 有波折 有英雄 也有悲剧 他们用革命的风暴 吹走了封建的就秩序 却也揭开了一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新篇章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总是让人有着无限的遐想和深刻的反思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觉得 王昭君的故事怎么样 他的美貌和智慧影响了整个边疆地区 又或者 你对司马迁的史迹 有什么看法 他的作品不仅是一部历史记载 更是一部文学剧著 还是你对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有什么想法 他领导了一场风起云涌的革命 将中国带入了共和时代 无论你对这些人物和事件有什么看法 我都希望你能参与讨论 并留下你的问题和想法 历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它不仅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还能指导我们面对未来 所以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历史的奥秘 一起来思考我们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